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间接导致了商朝的灭亡 那么乡人与商人之间究竟有什么恩怨 为何会导致两个民族之间不得不以血腥屠杀来解决问题呢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其中的故事 殷商的死对头不是周朝 其实是乡族 乡人的历史究竟有多久远呢 根据史记的记载结合一些考古发现 人们得知乡人在上古时期就是在我国西北部生存的部族 他的势力范围之广 足以囊括如今的青海、甘肃、河南等地 乡人部族影响力足够大 能够吸纳周围许多小部落加入自己 久而久之 乡族就成为了一个遍布我国西北的庞大游牧部族 史料记载下朝创建一史 就是乡族人联合了其他部族一起 稳定了政治 巩固了局势 如此才保证了下朝欣欣向荣的发展 可以说乡族奠定了下朝政权稳定 保证了中华民族的基础发展 直到下朝被商朝推翻 一部分人离开了原本下朝的势力范围不断西进 最终定居在我国的西部 也就成为了后来的规模不是很大的西枪部落 作为我国的大一统王朝 商朝的历史没有下朝那种神话性 自商商建立殷商以来 商朝的土地就不断地变动 没有一个十分稳定的版图 一个庞大帝国的四处征战 自然会引发周遭小部落的不满 商都不断迁移经过的地方 触动了这些小部落的利益 商人又不愿意以谈判方式和平解决问题 如此一来就会引起地缘冲突 在这些周遭的小部族之中就有枪族 起初枪族并不在异商人们的四处扩张 作为下朝分裂出去的小国 枪族人只在意自己生存的领地是否被保护完好 商人又急着东阔没有时间去灌西边的小枪国 两族之间如此相安无时的几年 直到商朝彻底定都朝歌成 确定了自己的首都版图就有了基础 剩下的事情就只剩下利用军队开疆阔土了 从商朝扩张的速度和规模上 可以看到一个新兴帝国对于土地的渴望 在吞并了周遭所有的小部落后 商朝不可避免地与枪族人相见了 最初的时候 两国各势力之间并未发生正面冲突 神话中有记载商人认为 枪族人都是仰守人身的怪物 是不洁之物 生怕遇见了就会背上诅咒 枪人们则自认为是下朝一老 自然不会给夺权篡位的商朝什么好脸色看 两个势力的第一次接触不欢而散 时间推进到了商朝扩张的巅峰时期 此时的商朝不可一世 其实力完全不是其他部落能够比拟的 有了强盛的底气 商朝也不会再忌惮那些虚无缥缈的诅咒 他们准备再与枪人接触 看看这一次是否能够将这个长久以来都不听话的士族收归自己所有 枪人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自己本来就在自己的领土上安居乐业 突然来了个王朝 就要让自己俯首称臣 换谁都不乐意 双方第二次交涉失败 这一次商朝不准备放弃让枪人屈服的打算 软得行不通商人们准备来应的 见枪人就杀 分商人的诗 商枪之间的战争有多恐怖 当时 商人们集结大军使用武力强行征服枪人部落 但是商人犯了个错误 他们认为西枪部落缺丁少粮 没有合适的兵器 可是实际上 枪人绝非弱不禁风 是不能够被轻易征服的 因为枪人是游牧民族 以放牧为生 平时大家散落在部族各处 见不到人影 一旦要对付外敌了 部族内所有人都会凝聚在一起 抵抗侵略 枪组是下朝的一老早就掌握了 锻造金属武器的技术 其使用的锻造技术 甚至比商朝还要精湛 在大兵压境下 同仇敌凯的枪人战斗力达到了顶峰 实力不容小觑 在这样的情况下 商人的进攻可想而知的失败了 商人惊奇地发现这些 在他们眼中属于蛮荒之地的枪族 竟然拥有的人数与自己的帝国不相上下 更可怕的是 枪人们竟然还用着与自己类似的金属武器 这次轻敌让商人吃了大亏 同时也将商族与枪族之间的关系彻底撕裂 久攻不下枪族的部落 商朝就开始用奇袭骚扰的战术来恶心他们 商朝时期存在活人祭祀 在重大的节庆和祭典之中 商人会使用活人来献祭自己的神明 在王公贵族死亡时 商人也会用活葬来祭典他们 人口作为一个国家重要的资源 自然是不能够随意用来祭祀的 商人转念一想 既然枪族人和我们打得你死我活 但为何不从枪人那里抓一些俘虏来 用于祭奠的活鸡呢 说干就干 在商枪战争的拉锯战之中 不少枪人被商人俘虏 这些俘虏没有作为战略资源 送去当奴隶种田 也没有用来和枪人讨价还价 而是被直接拉去了祭祀场地 一个一个放血活鸡而死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种暴行传到了枪人耳中 暴怒的枪人们 看着自己家园被侵略 自己同胞被拉去做活人祭祀 对于商朝的愤恨就又多了一份 这份怨恨 全部都在作战时化作了力量 倾泻在了商人头上 商朝与枪族之间的矛盾达到了顶峰 当时商朝统治者直接下 另面对被俘的枪人 甚至不需要送到祭祀处 当场就能够处以极性 枪人也还以颜色 落在枪人手中的商人战俘 也会被血腥之解 然后扔回商人的营地 就在这样的血腥折磨之中 相组和商朝度过了许多年 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持续了很长时间 谁都没有意料到 持续很长时间的血腥对战 居然是商朝率先提出 和平解决 两方都想要和平 但这些年积累下来的血债 已经达到了无法和谈的程度 商人不断的妖魔化 让枪人在商人的心中 成了养手人身的怪物 许多商人只想见一个枪人 就杀一个枪人 以枪人视角来看 商人是不折不扣的侵略者 是屠露了自己无数同胞的残忍歹徒 面对凶手向自己投送的 和平信号 枪人自然是无法接受的 直到商人真的放下姿态 以一个相对卑微的态度 与枪人一合 事情才出现了转机 临近商朝末期 枪人与商人之间的战争还在继续 但商人无法承受 常年征战所带来的巨大开销 这一次说什么 都必须将两族之间的战争 画上句号了 当时 商人们向枪族提出了一个 极为丰厚的条件 以作为常年征战的补偿 商人承诺 不再攻击枪族部落的领地 也不会再利用枪人来进行活迹 甚至会停止对枪人的一切敌对行为 枪族在保留了 自己治理自己土地的 旋利的同时 也能够派人来招阁参政 这个条件 哪怕放在今天极为诱人的 相当于两个势力之间互相承认 枪族保留自己自治的同时 还能影响商朝的政策 政策被放出之后 枪族人感受到 商朝确确实实是想与自己和好结交 便答应了商朝的盟约 两个势力从此结束了互相敌视的时期 开始合作共赢 和平到来后 枪族的势力也在进一步扩大 甚至一举超越了商朝 成为了一个国家 从史迹之中 我们可以看出 对于枪族的称谓 从最开始的 枪式 到后来表示一个不足的 枪族 再到后来表示一个国家的 枪国 每一个称号都揭示了枪族崛起之路 我们也说了 商朝是因为国力衰弱 才不得不与枪族人结盟的 商朝强盛时 枪人奉行着与商朝之间的盟约 与商朝互不侵犯 商朝示威苟言残喘时 枪人们又打破了这个盟约 他们与周朝统帅联合一起 对商朝发起了进攻 随着周王自焚于朝歌城 商朝的历史也终结在了激发的手中 对于自己一同打下昭歌的枪族 周武王没有血腥统治 而是为他们重新划分了一块区域 以攻枪人修养生养息 这一部分枪人就一直流传至今 成为了我们熟悉的枪族 在我们历史之中起到重要的角色 水轮流转 谁能够知道曾经不可一世道 灭掉下朝的商朝 最终会覆灭在以下朝 以老自居的枪人手中呢 若是商朝统治者 不那么急功近利四处开拓 或是对于枪人的态度 更加和善一些 不使用如此血腥暴力的手段 去镇压枪族 而是联合枪族一起生产发展 那么后世的周朝 恐怕就不会那么轻易地 攻陷昭歌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